好,現在有一個披橫。當中,大人和小孩的値數是13比6,不如我們先値數吧。 因為値數,當然是用K method。 13K和6K be the original number of adults and children respectively。 原本是13K和6K。 但是有人離開了。 對不起,不是離開了,是進去了。 多了人。 即是說現在大人的數目是13K加9。 小孩的數目是6K加24。 現在的値數變成8比7。 這就是新的値數。 我們做回交叉相成。 即是91K加63等於48K。 8648加192。 所以43K等於129。 即是K是3。 答案不是3。 答案是你要將3代回到這裏。 所以這個require number應該是13乘3。 是原本有39個大人。 這樣才是真正做完。